石定和苹果小举办丰收乐食农体验活动 让小朋友亲自收割水稻和采摘蔬菜 校长江梦又表示 虽然收成的农作不多 但是可以让小朋友体会农夫的辛苦 同时也让孩子了解农作的过程 进而懂得感恩喜福 学期即将结束石定和苹果小校园内的水梯田稻作 在去年底收割一次后 重新插秧的再生稻 过了半年时间又结石累累了 因此学校召集了全校师生 举办丰收乐食农体验活动 让小朋友亲自收割水稻 在开始之前 何俊贤老师告诉大家如何割刀的技巧 虎口朝下抓住 整挫稻子 然后呢如果 我们呢 如果1月3年节小朋友没办法抓 整挫没关系 抓一半就好 然后呢抓到之后呢 尽量抓靠近水面 看完老师的示范 小朋友们迫不及待跃跃欲试 排着队准备将成熟稻穗割下来 虽然有点费劲 但大家还是都完成了这次的割刀体验 和苹果小校长江梦佑表示 在以前的农业社会 农家都会彼此帮忙 并且在收割之后准备丰盛餐食 所以这次的活动也会准备割刀饭 而除了收割水稻之外 校门口这一整排的 和平巨龙菜园也可以收成啰 低年级的小朋友 在老师的带领下拿着盆子和剪刀 仔细地找着哪些菜可以摘取 不论是割刀还是摘菜 在太阳下的收成工作 让大家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滴和下土 历历皆辛苦 虽然满身大汗 但看到手中的成熟农作丰收的成果 每位小朋友都露出了开心笑容 校长江莫佑表示 稻作和菜业的收成其实都不多 但这样的食农体验 会让孩子更加珍惜食物 懂得感恩 记者杨邦友超方琪 时定采访报道